手机到底见过多少搞笑的瞬间?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盘点一下 有了手机不仅可以看到有趣的瞬间 还能记录下来随时随地观看 当然有可能也是一种黑历史 一起来看看吧 你见过没有眼镜的鱼吗? 这种鱼很神奇 它竟然没有眼睛 身形长得很像带鱼长长的 有一口锋利的牙齿 但是就是没有眼睛 它判断方向全靠听觉还有身体感知 这两个鱼鳍就是主要的感官 别看它没有眼睛 生气起来还是很可怕的 千万不要随便惹它 你喜欢去海底捞吗? 海底捞的特色项目变脸来自于四川 这个技能的特色就是大手一挥脸 就会变成另外一种颜色 人们哪看到这个变脸文化 纷纷都赞扬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但是现在会变脸的人不多了 希望能够将这个文化不断地发扬并传承下去 这是一只什么动物? 原来是灵巧的山羊啊 这种山羊不同于我们见到的羊 它们常年生活在悬崖边上 一是为了躲避天敌 二是为了在悬崖上找一些食物 于是这就成了悬崖上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你喜欢小狗吗? 这只狗实在是太可爱了 再来看看这只狗就像是被点了穴一样一动不动 其实它们是被冰封住了 所以就定格在了某一个瞬间 不会动的小狗失去了灵性 似乎变得不那么可爱了 你会搭帐篷吗? 这是一种新型帐篷 比起传统的帐篷来说 它的隐蔽性更好 更加的牢固 而且有一个窗子可以从中间打开 视野一下子就宽阔了 关键是在帐篷里可以随时观察外面的情况 没有那么沉闷 这么多娃娃模型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个娃娃模型的眼神实在太犀利了 最神奇的是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它 它的眼神都会一直锁定你 这就有点萌娜丽莎的微笑那个意思了 能做出这种娃娃模型的人也是个大神 你喜欢游泳吗? 这里是一条河流 人们偶尔会来这里游泳 今天突然发现了几个小猴子一样的动物 浑身长满了毛毛 就像是吊在这里一副很无助的样子 人们见状就过去给它们救了起来 这是一双诡异的腿吗? 没错这不仅是双腿 还是一个人 这个人直接卡在了这个洞里 身子全部藏在了洞里 只有一个头和一双脚露了出来 这个洞也不是一般人能钻进去的 要身材好的才行